你知美女参加大胃王15分钟刻光293碗面一站起来网楼吓坏,食物都去拿啊? 日本的大胃王比赛十分兴盛,而每次也都会出现那种身材瘦小却很能吃的美女,让人惊叹她们吃下的东西到底都塞到哪儿。 圣刚市举行的蕎麦面大胃王比赛中就出现一位超能吃的米芝美女,令网友疯狂询问她到底是谁。 日本圣刚市每年都会举办丸子蕎麦面一口面的大胃王比赛。 第32届时,参赛者终究出现了一位美芝美女,23岁的小袁上子。 一开始,根本没人在关注小袁上子的十辆大赛的焦点都在46岁的景本英明大叔身上,因为她已经是这个比赛的四连大了。 不过在比赛开始,不久后,小袁就展现了惊人的食量,轻轻松松就刻到了245万。 对比之下,她旁边的选手才90万而已。 大家看好的景本大叔自食也落后她30万,还在努力追赶中。 15分的比赛结束后,小袁以293万结束。她还悔恨地说感觉还能吃的。 但对手景本大叔最后也刻到了293万,比赛规定当两人数量相同时,年纪比较大的人获胜,所以小袁取居第二名。 对于这样的结果,初登场的小袁也很有自信表示明年会瞄准优胜的。 事实上,小袁的本质是一名模特,平长只有43公斤。网友也惊吓说她那么小的身体,怎能装那么多面?是有四个胃吗? 小袁的比赛画面曝光后,网友也特别关注她的高颜值,表示长得太可爱了吧,真的是美人,有点像中间有机会,不管怎样,最后都是长得美获胜。 但也有人说的却是很可爱,但实量也大到很恐怖。以下是小袁比赛式的侧路片段。 大卫王大多跟一般人有不同的身体构造,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塞下这么多东西。 看到一位美女能可下那么多碗桥卖面,实在好惊人啊。